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式转入商业运行 这标志着白鹤滩水电站左岸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22日 中国第25批赴钢果金维和部队第二梯队109名官兵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至此 第25批赴钢果金维和部队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全部回国 22日 口腔种植体系统省计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公布口腔种植体集中带量采购公告 第一号 明确集彩范围和相关流程规定 22日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受贿迅私枉法案一审宣判 傅政华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22日 江苏省委员常委 政法委员书记王立科受贿 行贿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伪造身份证件案一审宣判 王立科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22日 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荣荣在上海离世 他曾创作儿童经典童话 没头脑和不高兴 22日 2022年女兰世界杯 中国女兰以107比44战胜韩国队 取得开门红 美国华盛顿邮报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9月20日 全美今年已有至少1047人遭到警方枪击致死 22日 英国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 将利率升至2.25% 之后 英国央行表示 预计英国第三季度GDP将下降 墨西哥国家地震局22日消息 该国西部米雀肯州当天发生6.9级地震 造成首都墨西哥城两人死亡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 22日18时继续发布大风降温预报 22日夜间至24日 长江中下游以北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6摄氏度 其中陕西中部 河北南部 河南中北部 山东西北部等地局地下降6至8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预计 22日20时至23日20时 内蒙古东北部 黑龙江西北部 吉林东部 辽宁东部 辽宁东部 四川南部及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道大雨 其中 吉林东南部 辽宁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